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的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》 2022年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.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名义增长16.2%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9.8%年均增速高达15.9% 显著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速 据14.5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预计 到2025年 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更提升到50%以上 中国数字化发展前景量例 行业相关股份可高看一线 看好亚迅科技01675 亚迅科技是领先的软件产品 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 数字化传占能力提供商 也是最早将互联网引入国内的企业之一 见证和参与中国ICT 资讯及通讯科技 产业的发展壮大 集团深耕市场近30年 积极拥抱5G 云计算 人工智慧 物联网 大数据等新兴技术 为企业客户提供软件及数据分析等服务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客户片及通讯 网电 政务 金融 邮政 交通 能源等行业 集团业务分为传统业务 和三新业务两大范畴 传统业务主要为BSS业务支撑系统 自上市起 集团便以约50%的市场份额主导中国的BSS市场 并与三大中国电讯运营商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三新业务方面包括ESAS 数字化运营OSS 网络支撑系统 垂直行业及企业上云 2022年上半年 集团实现收入31.09亿元 同比增长14.5% 三新业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实现总收入10.04亿元 同比增长81 4% 是集团两位数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其中 DSAS实现收入4.84亿元 同比增长56.7% 占收比达到了15.6% WESAS公司实现收入2.48亿元 同比增长88.7% 占收比增加至8.0% 垂直行业及企业上云 实现收入约2.71亿元 同比增长140.3% 占收比增加至8.7% 与此同时 今年上半年 集团新订单同比增长30% 其中三新业务新订单同比增长60% 为全年保持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集团在今年初以5.12亿元收购 埃瑞咨询94.23%股权后 仍是正现金流公司 展现其资本实力红厚 看好集团BSS主业务持续稳健增长 以及三新业务的快速成长 中长线前景值得期待